最后关注瑞士信贷银行被UBS给收购了 算下来瑞幸的股东可以拿回来30多亿美金 也就是每股7毛多 算是打了个骨折对吧 不过毕竟还是拿到钱了 但是它有大概172亿美金的一级资本债 英文叫81的债 或者俗称coco的债 却被完全剪辑给清零了 按理说债权比股权在清算的优先级高 这是怎么回事 答案简单 用一句话说 就是这些债在卖的时候 合同上就写得很清楚了 可以在公司生存有问题的时候被清零 关于银行一级资本 这个81的债的定义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实际上很多的欧洲银行都发这种 是永续的债 大家为什么买这些债 因为欧洲不是一直都是低利率的环境 但是这些债的利息回报非常高 大家看这个瑞幸 他发的这个81的债 这个利率就是差不多是欧洲银行的基准利率 再加差不多800个基点 而且还永续 公司不款的话 这些债的回报还是比较诱人的 对吧 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瑞士信贷的这个利益人的清算顺序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熟悉的就是存款 然后是债 然后是股这样的正常的优先顺序 但是这个81的债里面 有一个明确写的可以被剪记 英文叫write down条款 列出了各式各样的这种 可以被剪记的条件 其中就包括银行 比方说它的一级资本低于某个门槛等等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些债又叫做可以被剪记 可以被write down的债 一分钱一分货 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这些怪不得别的 不过瑞信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预计其他欧洲银行的这种 coco债也会出现大敌 重新进价这种可能会被剪记的风险